前面就是菲歐拉 哦 來了 阿歇爾 熟悉的角色 那上路 感覺這樣上路是坦克勒 那陣容擺下來 這樣子 團有點難開 就只有豬女兒跟大絕能甩 現在全球陣容跟 DRX 第一把陣容有點像 就是只能仰賴豬女兒開團 不過這個時候 Zeka 熟悉的刺客還是要來了 三本柱 這場有一本了 前面那一場雖然不是三本柱 但看起來也是挺猛的 那這個時候是阿卡莉活影的回歸 那感覺這樣子就還是兩邊都是 以中下為主 前面本來磨量還蠻低的 多蘭小卡 已經感覺到對方的位置 進到了塔下 皮尤熙慢慢走出來 多蘭是沒有展現的 往前一頂進到塔下手殺 落在的是JagX的手中 這個感覺他們沒有點到 但這裡又是你阿完了 閃現直接頂起來 那多蘭又是無處可逃 人頭在威爾哥上面 這個擊殺就差很多了 這邊 喔啦 閃現過程直接硬拉 路爾交出了一個進化結 然後接著Zekka的一個進場 開啟了一個煙霧彈 但後面一個空殺皇帝先把刺客給推走 不過Zekka還是換掉了 後續還有一個W技能幫忙 然後路爾在上方準備要開始輸出 接著他丘皮開始一陣的連點被拉到了 那有沒有機會可以交出閃現就是沒有辦法 Zekka收下人頭 剛那一波的小龍是落在Jagy的身上 其實這個龍其實正常來說 他們沒有拉出來應該是第一拍覺得對方是不會來氣的 但最後全部被卡在一個龍石 就是Berry一個很漂亮的閃拉 先逼出這個Ruler的進化 也把Ruler直接趕出了這個 這個輸出的位置 感覺Jagy如果第一拍要退 在Ruler1上去的時候大家都得跑了 但這邊就是閃現真的都捏得太死了 有點戀戰 其實Pinart也差點就倒了 他好像剩不到100滴血 Ruler在上面開始輸出 然後 Trophy這裡好像也是被Berry拉到了 沒有就是Ruler在這邊輸出沒有什麼影響力 他就一個常見而已 所以他丟人是不會痛的 這裡所有教練團都開心起來了 這波直接拿了4顆人頭的開局 對於Jagy X來講那是順風順水 哇這個大沒中 這裡有可能被反身丟大喔 Ruler是沒大的 沒進化的 喔呦閃現躲 交閃躲 變成Jagy他們的反兇時間 但是 後面的一個霸凍手腕也把Jagy的下路雙線給丟在了影響 其實這裡就 現在這波威爾哥 就 蠻好發揮的 但Kinggan的魔量有點低啦 感覺是三打三 右邊蠻有機會的喔 卡瑪已經到了喔 現在卡瑪就在後面的側接 Berry也在走 Berry也在走 Ruler叫揚 往前一撞但被冰住了 後期的話一個極力衝刺 先把Kinggan給頂了起來 Kinggan掉到了一半血以下 然後最後是直接被仁恨給殺掉一個輪迴怒火 最後是砸掉了2 那這條的預示者 落到了Genggy的手中 這條預示者拿完之後 我們先看一下剛剛的團戰 這邊主要是第一個是他沒抹 然後叫揚 不行把他走上去喔 然後他正面吃到大 被放到冷凍櫃裡面 其實他叫揚遠遠的撞就好了啦 但他是走到人家可以丟大的這個距離 所以就up一下 上半部的火爆對決也還在持續 交流展現 躲掉了布殼龍牢 往前鐵錘一敲 完成了蛋撒 好吧 那我就殺一下好了 我這個上路 坦克打坦克可以這樣殺喔 這也蠻特別的 再拉回來又是一發狙擊 搭配了苦敗劍雨 消耗消耗 就一直消耗 上路是炸線啦 雖然他是個豬女是個坦克 但等下這個2的坦度 就像剛剛提到的 他坦度高到等下 他左邊完全打不動的話就結束了 那邊剛剛已經沒閃現了 E中應該就死了 哇 W閃 開始變身 變成一個卡板 後面還有一個惡意收購 直接抽了進來 直接切進來 收光 維爾哥的一個Double Q在卡下路 看起來也無法逃亡 再閃一個 什麼 蕭敏直接推了一個空散防壁 但有沒有機會可以換掉 是終於拿下了人頭 身體的發育也比 對方好的 打野對位打野真的贏太多了 哇沒閃然後直接W閃 沒錯 閃掉之後變身 然後重點是這個惡意收購丟得很好 他那個角度很 扣到兩個人欸 Pina直接狂敲Ruler啊 他那個角度很刁鑽啊 然後接著在塔下這個扛塔的分配 哇 然後包括這個斬殺 單一回來抓到人了 沒閃 這個應該 找到了一波機會 那人頭應該是給到Ruler的身上了 那個農民的節奏已經開啟 往前一甩 有到Deb的身上 而後續一連串的輸出接上 不過Deb的還沒有死亡 Deb還在輸出 Deb的能夠復活嗎 Deb的最後復活起來 但最高還是被Ethere給收掉 小達爾來囉 後面二人往前叫揚 最後是撞到Ruler的身上 接著他是Pilshik的挺進 欸這裡 要回頭抓特朗德嗎 特朗德已經跑到了很後面的位置 然後J卡又是想從 哇這裡感覺J卡想切啊 中塔側面 想來切一下 小蘇小蘇 蛤 這個要殺喔 有塔欸 隔著一個遺跡 然後利用力群手禮劍 躲掉了空殺旁邊 哇重點是逼了一個TP出來啊 現在Pina就變成是 是Truby的裝備卡了 他現在是Truby的護衛啊 保護皇上拿塔 拿錢拿錢 拿錢時間帶有一個惡意收購進來了 現在兩邊開始自相殘殺嗎 但是Pina被拉了回去 只要皇上能活 那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最後是犧牲掉了自己 然後換取的是Truby的桃王 他也有閃現拍膠著喔 這好像是我以前玩的遊戲喔 Pina的直接這波化身成能量鋼欸 變成守護武士啊 沒有他變成能量鋼啊 就把那個能量鋼丟給Truby啊 他變成是Truby的能量了 但現在往前一推 後面還有刺客的途徑 一個W鍵之間 暈住Piosic 殞落王者之間 Unstoppable 這苦無慷慨動 他現在抓到Pina了 後面刷了一個精準彈幕 但是Ruler的傷害起來了 把Dev的閃現給打出來 但是最後的話 Dev沒有辦法復活 哇還是靠Ruler啊 兩件裝的Power Spike 這個時候Etherail站了出來 中塔也是一併拿下 不過現在的話 直接交錯了閃現 躲掉了2E收購 後面還有一個進化 然後接著Piosic的途徑 現在Werker的戰鬥能力很強 一個W技能 特化連結想要練 但是接著的話 又利用了大招 直接規避掉了冰河龍老 可以但這邊的拉扯 還是要再拖一下時間喔 因為這裡Dev的是倒了 而且2E是沒有大絕的 對這樣是一個4打4的團戰 對但這波Dev感覺就會秀欸 多蘭 直接前方 然後Dev想要切排 一個E技能練到之後 上演的是Zeka的黃色閃光 再切 直接把Etherail給切到這裡 拿了一個WQ 我推避掉 這是Zeka的三連殺 Dave的哪有出疊處啊 我想說 Dave的在外面還能買裝 這是怎樣 作弊是不是 但這一波 這邊是想要抓Pinat 但Pinat在被吸火的時候 然後咬出他的大絕 所以有扛住第一波 那反而就被Ruler 直接 收掉第一顆頭 後續兩邊再拉扯了 對 而且把對方往這裡 窄口拉的話 2跟瑞納達的大絕都很好發揮喔 朝自己有力的位置 在5V5的團戰 GENG是很難找到機會的 大絕 兩個大 對 這是兩個大想要來勸退對方 勸退勸退 而且他現在這個位置是 Zeka要側切也是沒問題 但是KING的好像是裝到牆壁了 現在趕緊是交出了一個閃線 但接著是CHOBY的御霞清真 先B出了一個驚人 驚人起來之後 BARROWS來了一個R閃 直接丟出了一個惡意收購 但效果並不是太好 這時候是Zeka的切牌 在側邊 ZIP 直接切到了CHOBY 後續還有一個離職手裡鍵 又是變魔術變掉了對方的下路線 Zeka拿了一個Double JAKEN X 打出了大禍全身 準備要來指導黃龍 哇 DAV的這波他是R閃嗎 他直接抓到了在牆邊的CHOBY 直接大到秒殺掉 那因為剛剛JAKEN X把 欸 跟著一下 GENG把所有招都交在了 耳耳身上 那耳耳一個懷錶直接BAT掉對方的進攻 哇 JAKEN X靠著傷害的碾壓 現在在30分鐘 來到了對方的門牙雙塔之前 第一座已經拿掉 然後主堡掠動在外面DRAGEN X 30分鐘 取得的是2比1的聽牌 TDX LUC RX T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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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